READY 红辛辣椒日前已经取得万代公司授权 将把日本漫画家鸟山明所创作的七龙珠漫画 所改编的线上游戏七龙珠Online引进台湾 最快在明年台湾玩家就能体验这款游戏的魅力 七龙珠Online由韩国NTL公司开发 以漫画故事发生250年后的世界 游戏中一共有人族、魔族以及纳美克族可供玩家选择 玩家能用时光导流模式穿梭七龙珠过往历史 参与七龙珠漫画里的经典事件 而七龙珠Online在韩国封册创下超过35万人 爆名的惊人记录 相信禁军台湾一样威力难以抵挡啊 备受玩家期待 由台湾一级网代理的卡曼风格 线上游戏《艾尔之光》 自23号起展开先锋测试活动 开放两大地图《魔旗村庄》以及《艾德村庄》 还有六大任务请玩家来冒险 成为《艾尔之光》冒险家 就能抢先体验完整故事清洁 即日起在各大游戏网站活动网页取得先锋测试帐号 活动期间登入游戏的冒险者 就能获得勇者先锋的称号 若发现任何疑似臭虫作乱 记得赶紧拍图作证 传回客服信箱检举回报 经过查证数时 前10名的玩家将可得到 除虫达人的称号哦 Bleezer将首次到韩国参加 G-Star 2009游戏展 将在现场提供《星海争霸2》 以及《暗黑破坏神3》的游戏试玩 原本将于年底发售的《星海争霸2》 延期到明年初发售 而韩国是全世界 对《星海争霸2》最为热衷的国家 Bleezer破天荒参展 是为了让《星海争霸2》 在亚洲推出时 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美商艺店的设计团队 Visero Games工作室 同时也是电影《绝命一次元》 幕后金奖团队 公布了《淡丁的地狱之旅》 《九层地狱中的陰域》 异端游戏画面 这款游戏 改编自15世纪诗人 《淡丁》的史诗文学作品 《神曲》 在游戏中 玩家将扮演《淡丁》 为了拯救爱人 被露西法拖入地狱之门的灵魂 因而展开了这一趟惊险的旅程 这款动作冒险游戏 即将在明年2月9号正式推出 由保加利亚游戏开发商Masthead Studios 独立制作的科幻题材 网路游戏Earthrise 游戏的故事背景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 人类濒临绝亡 地球处于一片废墟的状态 在世界的小角落 一个新的社会正慢慢崛起 由战争后保存下来的DNA基因 克隆体所组成 游戏预计在明年中发售 不过台湾还没有代理的计划 Tonami为了庆祝经典动作游戏 《恶魔城》推出25周年 宣布将把1989年在Game Boy上 推出过的动作游戏《恶魔城传说》 重新强化制作的方式 在Wii上推出《恶魔城传说》重生 让玩家付费下载 这款《恶魔城传说》重生 完全移植当年旧版本的关卡设计 把画面与音乐完全强化 重新制作 只不过 当年Game Boy版的《恶魔城传说》 难度很高 就算在Wii是重新制作 依然是不简单呢